我們看第十一題 它如右圖 用單色光紅做雙霞黃實驗 這點光源 你為了讓它更精確 你弄個單霞黃 這單霞黃是點光源 射出來 射到這裡是銅像 然後同一個波 在這裡分割成兩個直波 在這裡產生單色 批處為第二暗紋的位置 第二暗紋的位置 就等於 1.5個得打彎 1.5個得打彎 就是 中間亮帶到第一個暗紋 是0.5得打彎 暗紋跟暗紋之間是一個得打彎 所以是1.5個得打彎 它說 改用頻率較高的單色光重做實驗 其他不變 則第二暗紋的位置怎麼樣 那我們知道這個得塔Y 是等於低溫至R安達 那你頻率高的話 波長就短 波長短的話 得塔Y的話就變小 所以這1.5得塔Y就變小 所以P點應該往下降 所以達彎的話 這第二暗紋的位置 應該在原來P點的下方 所以它應該選C